MIRROR紅館演唱會屏幕墮下事故的調查小組成員司徒嘉誠說 據說主辦單位交給康文署的文件 寫上屏幕重500磅 而屏幕的實際重量有500公斤 比主辦單位所聲稱為重 懷疑是量度單位有不同 但未出現降溯的承受力 2,200公斤 你的認平 我打指差就算是500公斤 都沒有問題的 而是因為有些外來因素的誘因 加速了這個圍 加速了那個疲勞 產生這個金屬疲勞的現場 他說調查發現鋼索老化的其中一個主因 是多次升降屏幕所引致 護城氣將鋼索索夾得太緊而受壓 多次持續拉扯 也都可能加速鋼索老化 而另一個事件關鍵 就要探討連結屏幕螺絲斷開的原因 但需要用5000倍顯微鏡再作調查